大家好,我是Jacky 今天要開麥法蘭魔士的女主角Siri 譯了她是欺利 當然這是遊戲版本 臉上我覺得以麥法蘭來說 做得蠻漂亮的 因為看回遊戲的圖片 她的樣子都蠻像的 少有的 因為麥法蘭做樣子還是有段距離 然後她的配件 就是有一把劍 劍是這個系列的遺憾 就比較上膠 還有一個劍的效果 是透明件來的 我覺得這個系列 做配件蠻漂亮的 包括前作 輸送一個蠻漂亮的狼頭 這個劍是放進去的 就可以變成一個斬擊的效果 可動方面 看到都是雙關節的 雙關節的手臂 腳都是雙關節的 以7吋來說 可動是不錯的 中間一樣是軟膠 這個系列很喜歡用軟膠 但是就頂死了 就沒辦法做到90度的屈曲 最多就是這樣 另外這個劍頭可以拆出來 後面就有個洞 但是基本上 就是做這些 動作 基本的 我想她都已經是做到的 插劍這些 因為雙關節真的幫了很多 這隻我覺得是 蠻漂亮的 如果以公仔來說 好 還有適逢 練魔士的第二季 好像年底還是夏年就會過 那個演員 都已經由一個小女 變成一個少女 這樣的 襯回 襯回主角 這樣 不過這個系列 就是唯一 重新的缺點 就是劍做得很膠 在這個位置 我想她是省成不了的位置 劍建議大家 如果適合噴油 或者上色的話 上一上劍就會更漂亮 而其他我覺得做得不錯 另外她的蝴蝶關節 就被內藏在膠道 另外她的蝴蝶關節在一邊 這個位置看到 其實是有蝴蝶關節的 但呢 反而 就被軟膠頂住了 麥法蘭石也有這個問題 其實她很多時候都有做到關節 但是真的被膠的設計 就頂住了 這樣的 這個普遍也有 變了她拿劍 就是抽樣這個手 是有限制的 是這樣的 好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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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